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深核心就好像一群小偷和杀人犯 不断地把我们拉入贪、撑、湿的火焰中 在感官的不断接触下 在家的生活进而难上加难 就好像一个人在屋内 以一种欢迎的语调控罩换住 我来这里 请来这里 然而 当你靠近时 他们便开门拿枪射你 你可以去做例如 用粗陋之物或以尸体做禅修的苦行 将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 都是为尸体或骷髅 然而 这些修行并不容易 因为 你一看到年轻貌美的女孩 就不再看到尸体了 观身的禅修是一个对峙的例子 我们通常都认为 身体是完美和美丽的 而倒是要你去思维 观它的无偿何苦的一面 当我们年轻力壮 还不曾受过重病的折磨时 比较会有错误的观念 和做不好的事 死 人乎也离得很遥远 所以没有丝毫恐惧 如果我们不缠坐的话 尝到病痛的滋味或衰老的觉悟时 也许才会改变我们的看法 为什么要等到那时候呢 就把自己当作死了一样 虽然欲望还没死 没错 但 就当他们已死了一般 有时候 走极端点是必要的 例如 住在危险的野兽附近 如果你知道附近有老虎和野巷 而且也为你自己的性命担忧 你就没有时间去向淫欲了 亦或 你可以以结识或断识的方法 暂时地减低你的精力 有些出家众住在坟场里 以死亡和衰败 作为他们不断地禅修对象 身为一位僧青年的话 我会喜欢和老人住在一起 问他们年老的感觉 看到他们后 觉悟有一天我们都必会如此 要不断地将死亡和衰败牢记在心 对于世间感官的艳离便会升起 进而导致专注与禅定 一位见到事物的本然的人 就已解脱了他们 往后 当禅作以兼顾的建立起时 就不再困难了 我们之所以被贪欲所趋 是因为禅作上不到 不动摇的地步 身为出家人来到森林里居住 就已不再让烦恼 杂染为所欲为了 因此我们会发现 他们非常用力地在替我们 耐心及毅力在此时 则是唯一的处方 事实上 有时候我们的修行中 什么也没有 唯一有的只是毅力而已 当然啦 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这样住在森林里 外面的人大概都会说 我们神经病 做得跟佛像一样 但他们又是如何生活呢 他们笑 哭 他们如此的被束缚 有时候 因为贪婪与称惠而自杀 或杀他人 到底是谁疯了 切记 要把我们为何出家牢记在心 任何来此像我们这般修行的人 如果没尝到觉悟的滋味 只是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拥有家庭 财富及责任的在家人都能成就 一位出家人当然更应该办得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